影像法 我们刚刚说 这里有个点电和这里有个无限大的平面 导体平面接地 你要求这个空间的电位 我们前面所学的方法都不能用 那么我们现在用一种 叫做影像法 影像法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把 这个无限大的接地平面 接地平面 当作是电位等于零的地方 就是说这是一个边界 这是这个区域 我们所求的电位是这个区域 这个是它的边界 这个边界上的电位等于零 还有其他地方边界也 电位也等于零 那么这是导体平面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边界等于零 距离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也等于零 就是边界 那么 Labrass equation 如果要解Labrass equation 在这个空间解出来的值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的话 它的解只有唯一的解 只有一个解 那现在 我们就 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假定 这个虚线所画的框框 虚线所画的框框 它现在不是导体平面 我们就把这个来代表导体平面 我们令它的电位等于零 这个就是一个框框 它代表我们的导体 代表我们的导体 那我们在这个前面讲 导体平面前面 低远之处 有一个点电荷 我们要求这个电位 所有方法都不行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 在这个平面的后面 有一个点电荷Qprong 它的值呢 是这个值的负值 距离 它跟平面的距离都一样 假如这个样子的话 你看 这两个电荷 到平面上的任意一点 它的距离都一样大 对不对 就是R 要等于Rprong 于是这一点的电位 根据点电荷的电位 它在这里的电位 跟它在这里的电位 加起来就是零 所以 它跟这个Qprong 在这个面上面 产生的电位 可以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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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说 这个系统 就是Q跟Qprong 这两个是点电荷 在这个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也是零 对不对 因为它是点电荷 你无限远的地方 它电位就是零 所以它的边界条件 跟这个地方是 接地的导体 就是它摆在一个 接地导体的 低远之处 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边界条件都是一样的 所以 边界条件都一样 那么就是说这个区域 跟这里是 导体 无限大导体平面的接地 导体 的情况完全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情况取代 我们前面说 这个是一个 无限大的导体平面 我们现在不用那个 我们就用一个 一个无限大平面 这里有个Q 这里有个Qprong 然后 这个地方产生的电位 就跟前面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要求 任何一点的电位 就可以由Q跟Qprong来求 我们只能求 这个地方的电位 后面的电位 我们管不到了 因为它是无限大 接地平面 你这个电荷 就不会影响到后面 所以后面我们都不管 只管这个区域 Qprong我们就称为是Q的 影像电荷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Q跟Qprong 点电荷跟它的影像电荷来求 任意一点P 它的电位 这个P 它是用迪卡尔坐标来表示 这样写法是用 这样写法是用求坐标来表示 都是同一点的 这点电位因为它是一群点电荷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PrVrθ 等于4πY0R分之Q 加上4πY0 FuQ 那这个地方的R是什么呢 R 我们可以用 R是已知了 Rprong 主要是Rprong Rprong 我们就用这个三角形的余转定理来看 它是等于R平方 加上2d的平方 减到两倍的R2d 库三次的余转定理 Rprong 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 先不把它带进去 因为这个很麻烦 带进去不好看 你知道Rprong就是这个 所以 电位 如果你带进去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电位求出来了 电位我们就 就是刚刚那个字 但我们现在要求 任意一点的电场 电位是这个 电场呢 我们可以用 E等于负gradientV 它的R component是这个 你就把这个 式子 对R做偏微分 对R做偏微分 这个很容易看就是这个 这个值呢 要微分一下才知道 希望各位 自己去微分一下 变成这个值 然后 电场的θ component 是负的R分之一 partialV over partialR 这个要注意 常常会丢掉 R分之一 好 微分出来 因为它是对θ做偏微分 这一项微分就是零了 就只有这一项 这一项 微分是这个 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电场了以后 就说你知道电位就可以求电场 只要微分一下就行了 还可以求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 刚刚不是说吗 你电荷Q 点电荷Q在这里 会在导体平面上面感应出一群的电荷 表面电荷 那这群电荷怎么分布在表面上 它的电荷密度是多少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看 这个式子各位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在求高斯定律的时候 最后证明 在导体表面的电场 导体表面的电场 它是在导体的 法线方向 就是跟这个导体垂直的方向上面 大小就是局部的电荷密度 被ε0来除 我们用这个 好 你要用这个式子呢 你首先就要求导体表面的电场 我们刚刚求的一点是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就令这一点 移到这个表面上 这一点移到表面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 它移到表面上的时候 R当然还是R 那是R'嘛 就跟R相等了 R'就跟R相等了 好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求出来任何一点的电荷 它有R component 有Zheta component吗 对不对 你在这一点的时候 有Q产生的电荷 仍然有ER component 有E-Zheta component 但是 它最后的核电荷 Resortant electric field 就是这一点的电荷 它是跟表面要垂直的 就是导体的特性 跟表面垂直的 所以最后它这个电荷 就是Inomo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 你看 你看这两个的合成一定是这个 因为它在导体表面上 一定跟导体表面垂直 所以 E 跟ER E-Zheta有什么关系呢 那ER在这里的一个component 就是ER Cosine Theta 再加上E Theta Sine Theta这个component加起来 就是E这个component的大小 就是它的大小 这个E就是EN 大小是这么大 方向呢 你看 它的方向 跟normal direction 因为这是导体嘛 所以它的normal direction 一定是向外嘛 朝这里嘛 所以它是负N的方向 它的方向是这个负N的方向 于是 我们就把刚刚的ER 带到这里来 E Theta 带到这里来 这个乘这个E Theta 这个就是EN 方向 是朝负N的方向 好 我们把这个合并一下 这个里头 这里也有R平方分之一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约掉了 那就剩下这个 这一项 跟这一项 你看 都是2DR三次方 那这个一层是cos平方 这夫妇也得正了 都是正了 这是3平方 所以是你可以把 2DR三次方 2DR三次方提出来 里头就是cos平方 Zeta加上3平方 Zeta等于1 就是这个值 而这个值 要等于这个 Sigma'就是这个面上面的 表面电荷密度 那我们就得出来 表面电荷密度 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2跟它约掉 就剩2 Y约掉 就剩这个 它的单位是 Column per meter square 好了 那你知道 这个表面上的 表面电荷密度的 函数值 它的分布 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求 这个导体 平面上面 它的总的感应电荷 是多少 就是说 全部的 由它感应出来的电荷 是多大呢 好 那我们就要积分 对不对 就是我们从积分 Q' 等于Sigma' 在这个表面上 我们取一个 面积奇数 取整个表面 这个面积奇数 我们怎么取呢 我们现在这么取 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 XY 就是 笛卡尔坐标的 圆点上面 我们取一个半径 为S的一个圆圈 它的长度是2πS 在 层上 再增加DS 再画一个圆圈 就是说 这个面积 当DS很小很小的时候 你可以看成是 这个 乘上DS 这是维基分里头 教我们的 DA等于这个 那你就把 刚刚的Sigma'写出来 2πR三次方摆进来 然后这个 是DA OK 好 那现在这个 R 三次方 跟S有关系 它是等于什么呢 因为R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这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有B式定理 它的值 R平方 等于S平方 加D平方 R三次方 就是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就积 DS来积 你要涵盖整个面的话 你这个S要从0 一直积到无穷大 这个积到无穷大 这个积分我就不去讲了 让你们自己去积 你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最后它的值是什么 是负Q 负Q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Q' 后面这个影像电荷的电量 跟你这个Q 这个点电荷的电量一样大 但是符号相反 就是说你这里是正Q 后面那个就是负Q 你这里是负Q 后面那个就是正Q 就是说它产生的影像电荷 全部的值 跟这个值的大小是一样 符号相反 这个很有趣 现在我们看 这是我们摆在这里的一个点电荷Q 我们说它会在这个 导体平面上感应出负电荷 那正负电荷不是会互相吸引吗 那么它的吸引力是多少呢 它被它吸引 对不对 它的吸引力是多少 就是说Q 点点的Q 受导体平面的吸引力是多少 我们可以算出来 那我们还是可以利用 它受导体平面的吸引力 就是它与影像电荷之间的吸引力 那这个吸引力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点电荷之间的 库伦力或者静电力来表示 所以这个值就是什么呢 大小就是Q平方 被4πY0 2D的平方来除 方向 它是朝这个方向 而我们这个迪卡尔坐标的Z 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它是-Z的方向 而负Z呢 Z的方向跟N是一样 N就是它的法线方向 导体平面的法线方向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这个面 我们所有的坐标方向 我们用这个面来表示 就是负N 就是负N 这个值 好 那么你把电荷Q 把它这里 这里会聚集 好多的 电荷 它的总电荷是负Q 那么这个系统 这么多电荷聚集在这里 它的电能是多少 这个系统的电能是多少 那么我们 也可以把Q 跟这个上面的电荷聚集的能量 当作是 就是说这个聚集的电荷 就跟负Q在这里一样 就是这个系统跟这个 就是Q跟这个面上的电荷 所聚集的电能 就是跟Q与负Q这两个电荷 分布在这里的电能 是一样的 这个电能 我们可以当作什么 当作是 原来Q在无穷远 它受这边一个吸引力 就是Close它的吸引力 往这边移动 那它所做的工 F.DL 就是工 这个就是工 从无穷远 移到距离 它第一远之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力 因为F朝这边 DL也是朝这边 它的这个位移 所以它就变成 这个就是变成 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 FuZ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而这个DL呢 因为DL 方向是FuZ FuZ DL就是DZ DL就是DZ 因为它在Z 我们当作它在Z轴上移动 那这个移分 那这个移分 移出来 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 画出来以后 它变成 这个值 然后移分移出来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就是它的 总电能 总电能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 这个电能是被它吸引的 就好像我们有个石头 从空中要掉到地面上 是吸引力 那这个时候 这个石头的 位能 越高的时候 位能越大 所以它的位能 也是距离它越远的地方 位能越大 但是它在无限远的时候 电位能等于零 那它跑到这里来 电位能变小了 比零还小的就是FuZ 以上是 点电荷 在无限大接地 倒底平面 前面的时候 我们 所用的方法 叫做影像法 你要记得 这个时候的影像 影像电荷 Q' 就等于-Q 这两个电荷 对这个接地 倒底平面的距离 都相等 都相等 要记得以后 我们要用到它 好 现在我们看 怎么用这个 以上的结果 来求这个问题 假如我有一个影像电荷 在这两个半无穷大的 接地 倒底平面的 这个位置 距离这边也是低远 距离这边也是低远 这个位置 它摆到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我空间随便找一点 批点 它的电位是多少 要求这个问题 我们从前所学的 什么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高斯电率 球电位 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也不好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 影像电荷 影像电荷 可是我们学的是什么 点电荷在 无限大接地 倒底平面的前面 可是这两个都不是无穷大 都不是无穷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叫想办法 就是你学过的东西 不见得就能够一成不变地用上去 但是你想个办法 就可以用 想出来了你就可以用 比如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想办法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因为如果这个是接地的倒底平面 接地的话 那你这个后面 后面是什么状况 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 就是说你一个点电荷 不会影响这里 也不会影响这里 也不会影响这里 因为这些区域都被电 被这些 倒底平面 接地的倒底平面 叙得掉了 就被它 隔离掉了 好 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这个地方 不会影响我们这里 对不对 不会影响我们这里 这里不会影响 这里也 不会影响 这里也不会影响它 这里也不会影响它 就是说这里 不会影响它 也不会影响它 也不会影响这个位置 好 那我就可以假设 假如我把这个半无限大的平面 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无穷大 它Z轴式都是无穷大 我就把这边延伸 也变成倒底平面 你这里有没有倒底平面 它不管 因为它被它 shilled掉了 我们现在假设这里也有个倒底平面 那不就相当于 你的Q 在无限大的 倒底平面的前面吗 那这个时候 对这个倒底平面来说 你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位 就可以由Q跟Q prime 两个来产生 Q prime就是它的影响电话 Q prime等于-Q 这个距离也是低 这个距离也是低 好 对这个平面来讲 是可以用 但是对这个平面就不行了 因为 你不是假设这是一个 接地平面吗 本来你在这里这个是 就是说你 现在我们这个 不是接地的 就是说假定有个虚拟的一个平面 它取代我们接地的平面 那刚刚 你说你这里有个Q 这里有个-Q prime 有个Q prime 等于-Q 那么它是可以让这个平面 的电位等于零 可以让这个电位等于零 就是说这个可以 是相当于 我们那个接地的半平 无限大平面 可是对这个来讲就不行了 本来它是接地的半 无穷大平面 电位是零的 但你现在这里有个Q 它就不是零 又来个Q prime 它也不是零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我假定 另外有两个影像电荷 它有个影像电荷 Q double prime Q double prime 是等于-Q 它也有一个影像电荷 是Q triple prime Q triple prime 是等于-Q prime 那这一对电荷 跟这一对电荷 互为影像电荷 就可以让这个平面 电位等于零 那它就不相当 不就相当于 我们刚刚讲的 半无穷大平面 接地嘛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 半无穷大平面 接地的情况 要求Q点这里产生的电位 我们现在可以把点电荷 分别在这个地方 产生三个影像电荷 来取代 那这个三个影像电荷 Q prime 就是位于负低 X是负低 Y是正低 0 Q prime 等于负Q 那么Q triple prime 是这个影像电荷 所以它的位置 是在哪里 X是正的 Y是负的 然后 它是等于负Q 这个是它的影像电荷 这个是Q prime 这个是Q prime的影像电荷 它的位置是负低 负低0 Z是0 那么它 等于负的Q prime 负Q prime就是负Q 负负Q 负的负Q 那就是正Q 所以它有三个影像电荷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 你用影像电荷来做问题的话 通常不只有一个影像 那你一定要看它到底有多少个影像电荷 这影像电荷你怎么产生呢 就是说 电荷 这个点电荷 跟影像电荷 合起来的电位 要让这个面上的电荷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是 我们现在画的这不是到底平面 原来它是一个到底平面 要等于零 就是说 你这个Q 跟其他三个影像电荷 要在这个平面上面 产生零电荷 满足这个要求 你就可以求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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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小是什么 都位于何处 现在我们求出来了 大小求出来了 位置也求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利用 Q跟这些影像电荷 求空间某一点的 某一点 它的电位 这一点 我们 不要随便取 因为随便取的话 这个R1 R2 什么 都很难 很难求出来 我们假定 P点所在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呢 是 距离 这X的距离 就是 X轴 在D上面 Y轴 是2D上面 Z 是0上面 这一点 那么 它的电位 它的电位 就是由 这个 四个点电荷 产生的 那么 我们就 一群点电荷的 电位 把它带进去 Q 距离P点 就是P点 Q在这里 产生的电位 是Q over R1 Q Prom 产生的电位 是 4PY0 R2 分子Q Prom 等等 那现在我们说 当R1 等于D的时候 这是我们假设 这样比较好求了 你随便做一点 到时候R2 R3 R4 就很难做 R2 等于什么呢 R2 就等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 D平方 加2D平方 开根号 2D完全平方 开根号 就是这个 R3 是三倍的D R4 它就是2D平方 加3D平方 完全平方 开根号 就等于这个 好 这个都算出来了 那这个也知道了 我们刚刚就知道了 那就可以把 它带进去 Q 拿出来 这是Q 然后Q Prom 等等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两项合并 就变成 三分之二 减掉五分之一 第一题出来了 就是这么多 电位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 由这个例子 就知道 借影像电荷 求解电位的时候 影像电荷 往往不止一个 然而应该有几个呢 要是情况而定 那就是你要 使得 原来这个电荷 跟所有的影像电荷 在这个平面上面 这是原来的导体 接地的导体平面 要让它的电位 等于零 才可以 好 现在我们 再看两个 很简单的题目 我们只要决定 它的影像电荷 有几个就好了 两个半无穷大 接地的导体平面 分别夹六十度 四十五度 那么这个Q呢 给电荷 在这个角的 平分角线上面 求这两个状况下 电荷的 影像电荷的个数 有几个 它的位置都在哪里 好 这个就是 夹六十度 这是半无穷大平面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 知道 这个平面 跟这个平面 都把这个区域 都shilt掉了 对不对 你这个平面上面 到底是什么 都不会受这个Q的影响 这个平面 Q不会在这里产生电位 不会在这里产生电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假设 假设我把这个 半无穷大平面 延伸 变成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延伸的话 那么这就好像说是一个 点电荷 面对一个接地的 无穷大平面 你要求任何一点的电位 就可以当作 它跟它的影像电荷 所产生 这个影像电荷 我们知道啊 大小跟它相等 符号跟它相反 那如果你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话呢 这两个电荷 确实可以让这个 电位等于零 可以 可是啊 这两个电荷 不能让这个平面等于零 就对这个平面来讲 就不行了 你可以让它等于零 但是不能让它等于零 所以你还是不能够求 任何一点的电位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也假设这个 延伸到无穷远 它有个影像电荷 它也有个影像电荷 于是这一对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的电荷 可以让这个面 电位等于零 现在让这个等于零了 可是这四个电荷 不能让这个等于零 因为刚刚这两个可以 你现在多出这两个 不行了 那我就再假定 它在这里产生一个电位 影像电荷 它在这里产生一个影像电荷 然后这一对 这三对 可以让这个电位等于零 那也可以让 这三对 也可以让这个电位等于零 所以就满足了 我们原先的这个 两个接地的半导体平面 电位可以等于零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它有效的 一个影像电荷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符号相反 对不对 很容易就确定 所以这种状况 60度的时候 有几个影像电荷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有五个影像电荷 那么我们再看 45度的时候 45度也是一样 它在这里 不会影响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 假想 这个电荷延伸无穷远 这个电荷也把它 延伸到无穷远 你要让这个平面等于零 这里要有一个复Q 对不对 但是你有这个复Q 可以让这个等于零 却不能让这个等于零 你要让这个等于零 这个要有一个影像电荷 它要在这里 产生一个影像电荷 现在这四个 可以让这个等于零 可是 不能让这个等于零 因为这个原先两个 这个有三个 不行 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看 它在这个地方 有个影像电荷 它在这里 也有一个影像电荷 或者是说 我们说 它本来就是 它在这里 一个影像电荷 它在这里 一个影像电荷 那现在我们说 它在这里 有一个影像电荷 它在这里 有一个影像电荷 可以让这个等于零 那么这个 这三对的影像 三对的电荷 也可以让这个四对 也可以让这个平面 等于零 所以就跟 它的边界条件 就跟我们 原先给我们的边界条件 一样了 因此我们就可以用 Q 跟它的影像电荷 来解 这个空间 任何一个位置的 电位 电场等等 所以你看 现在有几个影像电荷 有七个 七个影像电荷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么我们发现 有一个式子 就是说我们二拍 对一个θ来除 θ是什么 就两个半 无穷大皮面 当中的夹角 被两个半 无穷大 当中的夹角来除 减掉一 那比如说 我们最初的 只有一个 无限大皮面 它就等于 两个半 无穷大皮面 夹角是 π 对不对 二π overπ 就是二 二减一 就是一个 如果是六十度的话 它就三分之π 三分之π 就变成六减一 就是五个 四十五度的话 四分之π 那这变成八减一 就是七个 当然你这个 必须要整数才行 不是整数的话 没有意思了 没有意思了 而这个影像电荷 其实也不能用太多 太多影像电荷也不好求 只是说 我们这里有这么一种方法 目前讲的就是 点电荷Q 在无限大 接地的平面导体 前面的时候 它的影像电荷的位置 跟大小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球面 半径为R的导体球面 它接地 然后在距离球星 A远之处 有一个电荷 点电荷Q摆在这里 现在问你 它这个当中 这个区域 的电位 电场是什么 你这个区域没办法求 这个区域没办法求 因为 它不需要 它这个接地 这是个导体平面 所以这个 它影响不了这里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要求这个电荷 求电场电位的话 我们还是思考一下 我们最初所学的那几套 有没有用 可不可以用得上 就是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高斯定律求电厂 电厂在求电位 等等 都用不上 都用不上 因为你这里有个电荷 这个接地的导体瓶 球面 会感应出一堆的电荷出来 你不晓得 它的感应电荷是多少 它怎么分布 所以你没有办法求 空间任何一点的电位 于是我们就想 可不可以用影像电荷 就是说 它的边界条件是 这个地方电位等于零 无中远的地方电位等于零 我现在要找一个影像电荷 跟它配合 不止一个 刚刚我们讲过 可能有好多个 就是所有的影像电荷 配合这个电荷 可不可以让这个球面上的电位等于零 无中远的地方电位等于零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说 它边界条件都是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电荷Q 跟所有的影像电荷 来求空间任何一点的电位 跟电场 好 现在我们就试用 试着来找 我们说找影像电荷 当然这个也是要凭经验 第一个 你要让这个上面的电位等于零 这个上面的电位等于零 第二个我们要求的就是 你影像电荷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你越多越麻烦 所以我就开始 假设我只有一个影像电荷 只有一个 那这个影像电荷 要在什么位置呢 因为我们知道影像电荷的特性就是 跟这个真正的电荷 所在的空间不一样 它在这个空间 它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导体 导体 区域的空间 还有就是 这个是正Q 这个影像电荷一定是负的电荷 电荷要相反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找 我只有一个影像电荷 符号跟它相反 要在什么位置 能够让这个球面上 所有的电位都等于零呢 我们说它在这条线上面 比较合理 因为你如果在这个线上面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球的空间就以这条线作为对称 比如你在这里 比如你在这里 Q跟Q'可以让这一点的电位等于零 那它就可以让这一点等于零 可以让这一点等于零 就可以让这一点等于零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判断 Q'一定是在这条线上面 我们就假设一个 我们假设它就在这个线上面 在这个线上面 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点一点 在这里 它的影像电荷大小是Q' 大小到底多少还不知道 它的位置距离球星是B远 距离球星是B远 B也不知道 要求 就是说影像电荷的大小 跟影像电荷的位置 我们都要求出来 我们先假设只有一个 它位置在这里 现在我们底下就是要求 Q'是多少 B的值是多少 OK 那么我们先在这里 休息一下 等一等我们再来